因為發言,請一下部長好嗎? 邰委員你好 你好,我基本上很不願意對其他委員的發言 其實我都尊重 但是我不願意對其他發言 委員的發言來提出 echo或者是反駁什麼事 但是黃委員剛剛一直提到 提到我的案子 其實假如按照我的版本 假如按照我的版本通過 那就是法律耶 他不得用其他用途 他你用其他用途就犯法耶 怎麼問這個問題 那就犯法耶 那就是犯法耶 你說這個沒辦法怎麼 法律定的是 你說我不能夠其他用途 如果你把這個拿去用其他用途 那就犯法了耶 那是處理耶 那是看法者怎麼定啊 對不對 當然有法者啊 裡面有處罰 我們有處罰 有處罰啊 他沒有法使罰加進來嘛 對不對 不是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需要去 去當然可以表達立場反對 但不需要去挑裡面的這些什麼毛病等等的啊 如果這樣我們法都不要定了 因為喔 土務法不足以自行嘛 很簡單嘛 你法在定呢 是不是 我覺得我想要確定幾件事啦 部長你的態度比市長明確很多啦 是不是 你贊成 買賣雙方 房地產 買賣雙方 應該實價登陸 然後登陸之後 要給人家來越南 不是按照這樣子越南 而是你們做適度的加工 保障隱私之後 他們要查 就只有查到這個加工過了 比如說我驅乱化 我沒有門牌 這樣給人家查詢 是不是這樣這個你贊成 是 剛剛委員很詳細的這個描述喔 就是我們在推動這個法案時候的想法 我贊成的 好 謝謝齁 這樣就很清楚了齁 這樣子的話 其實比較接近陳潔如委員的版本啦 我都可以贊成 沒有問題 陳潔如委員寫得很清楚 前面那段跟我一樣 後面那段我是說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他講得更明確了 他說以後你要經過什麼 制度加工 不影響隱私 我也講到不影響隱私 然後呢 他是驅亂化 去門牌化 什麼之類的 然後讓人家來查詢 對 這樣子 陳潔如委員的 如果我們這個內政委員會 能夠來支持陳潔如委的版本 我也支持 陳潔如委員的版本喔 有跟委員 一個細節不一樣 就是前項提供利用或查詢之資訊 不得妨礙營業秘密 及個人隱私或移作客稅之用 我是只有大一點說 不做其他用途 對沒有錯 他的比較更仔細 所以 柯稅那個問題在陳潔如委員方面 又把他寫得更直接 對 我覺得這裡面 我想這個條文 可以定得更清楚 是 所以說其他委員也許有擔心 比如說 地政室 怎麼樣 其他的買賣怎麼樣 我覺得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基本最基本的 所以房子以後買賣什麼 真正的 其實就很像我們以前在什麼 那個口提議 這個比喻也許不是很好 也許不是很好 口提議大家就說 哎呦這個 或者是講這個 孔牛症好了 美國牛肉來好了 我們能不能追蹤他每一頭牛 他的履歷 他以前得過什麼病 他打過什麼針 就很清楚了 這條 這個牛 他就健康不健康很清楚 在美國先進國家都一樣 其他先進國家都一樣 移動房子 所有的買賣 不管什麼原因 倒債 賤賣 或者是洗售 他就履歷見得很清楚 房子 我們事實上也是 目前也是如此 什麼時候轉移轉移 都很清楚 都到你那裡去騰本去登記 對不對 只不過上面沒有那個成交價而已 基本上我們也是有類似這個東西 但是 就美國來講 比如先進國家 他每一次一個轉移 他清清楚楚就登記在上面 價格也登記在上面 但是一樣 隱私會保護 隱私沒有問題 隱私保護絕對沒有問題 剛才感謝部長講得這麼清楚 就是 登記 贊成登記 但是出去給人家查詢的時候 是 做適度的加工 是的 這一點我想 感謝 第二個也是大家所疑慮 課稅 我在重申裡面 我昨天 當面 請教財政部李部長 也感謝這個江部長剛才講的 你們行政院會已經討論過了 李部長講得清清楚楚 財政部長 公開場合 不可能拿去用這個來課稅 不會 這個怎麼會拿去課稅呢 因為 要不要那個叫實價課稅 部長 實價課稅 這是稅制的改革 目前我們沒有這個東西 我們課房屋 就是三種稅 第一個 土地 地價稅 對 根據是公告地價 第二個 增值稅 根據的是公告限制 第三個 房屋 價 根據的是什麼 房屋的評定價值 是 根據這三個東西 來課稅 這個稅制 要變成那個實價課稅 那 十萬八千里啊 差的十萬八千里啊 這個東西 這樣 這樣 還差遠 而且 以現在的時空來講 也 我認為 財政部門不敢去提 實價課稅 那是一個 很遙遠的 一個 真正的 要課資本利得稅 那個 老實講 是應該往那個方向走 但是那個很遙遠 幾十年後的事情 目前根本做不到 所以委員剛剛講兩個概念 我覺得 今天經過 委員們這樣討論 非常的清楚 而且很重要 就是 實價登陸 跟實價課稅 是兩回事 那我們現在 今天不動產 經濟管理條例 在講的是 實價登陸的問題 實價 我再強調一遍 實價課稅 這是 稅制的 重大改革 台灣 我們的政府 幾十年來 多少的教授批評 我們的房地產支出的標 就是沒有 到實價課稅 講了幾十年 到現在動不了 我也不相信 我們只有一個說 實價登陸就可以變成實價課稅 這個跳太遠了啦 差太多啦 當然也是因為 因為 我不要講說 就是 讓 反對這個案子的人 找到一個主力的 唉呦 這樣嚇 不要我 這樣會實價課稅 我就覺得沒有必要 第三個 其實 沒有機會上一下所有眾界的網站 資訊都透明的啦 我這裡隨便拿一張 他那個雖然沒有寫門牌號碼 很接近的啦 比如說這裡 駐站無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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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麼 中正區巨南路 這個地方 且 家屋日期 一百年二月 成家總價 兩千零四十萬 建平單價 三十九點五萬 電梯大樓 屋林二十二點二零 清清楚楚啊 清清楚楚啊 價格都有了嘛 怎麼沒有呢 怎麼沒有呢 這是網站啊 你所有的中間網站都看得到這樣的資料啊 對不對 他都垂墟 不是垂墟 真的 他也 公佈起來 什麼人 不會講 什麼真正的住址 也不會講 但是 他難道沒有這些資料嗎 有啊 他就是把這個資料給我們主管機關嘛 給我們主管機關 就給他通過 我覺得這樣的事情 主管機關 就真的能夠掌握到 而且啊 對於這種 你說好 我因為 有什麼問題 我另外需要用錢的 我賤賣 沒有關係嘛 你就賤賣嘛 我吸售你就吸售嘛 這個價格高高低低 那就 也不會說根據這個 哎呦 價格高低我給你查稅 你賺了多少錢 我覺得 這種東西啊 我們已經法律寫的 不得 移作其他用途 財政部長昨天講得很清楚 他不能說 因為這個 哎呦你賺多少錢 我給課你稅 你要課稅 沒有地方課啊 各位啊 沒有地方可以讓財政部課你稅啊 即便我清楚了說 我土地賺了五百萬 以現在來講 一年內轉移 我的公告現實沒有改變 我的增值稅是零啦 我的增值稅是零啦 各位 客不到稅 即便知道你賺了五百萬 也客不到你的稅啦 真的不用擔心啦 那我剛剛提到 所以我就不知道說 這樣的案子 有什麼樣的 不放心啦 真的我是 我在此也呼籲啊 真的我們 我們內政委員會的委員們啊 這個可以來支持 這樣的一個 一個 一個提案啊 就是 讓我們 台灣真正 邁入 已開發國家 或者先進國家 全世界啊 人家就要消遣了 沒有 房地產沒有實價登陸 不只現在台灣就在北韓而已啊 這句話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啦 但是 有媒體 媒體人公開這樣講啊 連我們一向都看了不怎麼樣的中國大陸 也實價登陸啊 日本實價登陸 新加坡實價登陸 香港實價登陸 韓國實價登陸 台灣是怎樣 我們 如果實價登陸好像是 我們 洪水門售 嚇到死這樣 不了解 真的 你把它講清楚 沒有什麼 好緊張的啦 沒什麼 好 最後一個小問題 請問 請問部長那個 昨天那個陸客 這個當然跟你 好像沒什麼太大關係 不過我們還是會擔心 欸 安全問題啊 這個東西 內政部有沒有什麼 有點著力點地方啊 對於 不管陸客 或者我們觀光客 外面的觀光客進來 安全問題 內政部的看法怎麼樣 呃 向委員報告 內政部負責很廣泛的公共安全 比如說像昨天事情發生 那個時候 然後我人就在這邊 但是消防署長馬上第一張紙條給我 十二點二十幾分的時候 就告訴我說 阿里山發生火車翻覆 大概那個時候本來剛開始講說 二字三人死亡 然後後來整個下午 陸陸續續就更正的訊息 我們空情總隊也出動了 我們的這個 救難人也去了 但這些都是在發生事故之後的作為 那麼如果是事前反反 以這一次來講 當然我們知道是要看 呃 農委會領務局在阿里山管理處這一邊 對於這個 不管是鐵路的維修 車廂的管制 或者是周邊道路樹木的這個修剪等等 我想每一種狀況 所涉及到的安全維護是不一樣 上次台九線 是跟這個交通部 呃 這個有沒有監控 有沒有 請問你 廣義的公安都是應該你負責吧 廣義的公安是 對啊 那這個是 他看起來是領務局 他就是一個比較遠的地方 樹倒下來壓到車頭 這個東西 你們要不要設定一下 設定一下把這個 那個那個安全距離把它拉遠一點 是 這個樹會倒下來啊 這個東西 很可怕啊 這個東西 啊 部長 呃 我相信我們的主管機關已經聽到您的 談話了 大家一定會注意以後盡量避免當中心 謝謝 謝謝